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麼了? 這裡很臭 不要去 一進來這裡, 很臭, 很臭 臭味很大, 臭豬鬚味 看看這裡有很多通風的設備 就知道這裡多臭 我自己的感覺 就像我去法國拍的芝士店裡那種臭 就是有幾百種不同的芝士味 加在一起那種臭, 就是這種臭 所以我很興奮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臭的食物 這碗是我的早餐 一早起床就吃臭的食物 怎麼這麼臭? 因為博多出名豬骨拉麵 但這個福江特有的豬骨拉麵 在裡面, 豬骨加了很多份量 還要用大火煲了16小時 煲… 煲得很小 那些骨膠原和脂肪 就會浮在上面 湯全部都是泡 其實這個湯也是誤會而成的 就是有廚師, 忘記調火 好, 保持著全程大火, 滾到蛇 誰知出來了, 這麼香濃 那就做出了這個臭味豬骨湯 吃起來也有點臭 很重的骨味, 簡直有點黏 好像是平常的豬骨拉麵 很濃烈, 很濃烈 這個臭味真的適合我 因為對我來說, 變了香味 叉燒夠肥, 油多 浸在豬骨湯底之後 豬肉香就浮出來了 直到叉燒本身的鮮甜味 如果嫌距臭, 走過了不進來 你就搜捕了 你看看身後的隊伍 就算是平日, 都在排四、五十人 現在還沒開門, 已經在等 這間是入選過拉麵的百名店 所以就這麼受歡迎, 排隊了 這碗拉麵要800日圓 即是40港幣 它滾了16小時, 划算了 這個豬骨湯 將我之前吃過的所有豬骨拉麵 打倒了 它比他們更濃, 幾倍有多 天神地下街這裡四通八達 連著很多商場 走整天都走不完 我就來這裡探望我的老朋友 這間店鋪專賣Vintage的手袋 它是福光的限定版 外面買不到 在這裡買得到之外, 還便宜很多 這個就是和我最友善的Sorel Sorel傳店最貴, 看看是多少錢 三十一萬七千九百日圓 萬五元港幣左右 萬五元都已經成為全店最貴的手袋了 即是顯示其他手袋是多麼便宜 羊皮的 這個手袋現在很難買得到的 還有兩種很軟的C字 對, 不是金光閃閃的 低調地高級 就是這個了 小弟子家裡也有四五個手袋的手袋了 剛好, 又真的帶了一個來 拿去放了它, 好不好呢 當然不要了, 現在的東西這麼低 再放了電話號碼 看看它要不要 你買這個, 把它湊齊 不會了 我家裡的東西已經湊齊了 不說了, 我家裡沒有的 這個發尺比我媽媽多拿 但我不是從筆崇尚名牌 所以又省筆了 所以我的手袋其實 從來只是買給自己的 介紹另一個真正的東西給你看看 這個就是70年代的CD 播放的那些 這個市面上就很難找得到 好, 福光分店才有的 而且為什麼這麼值錢呢 因為它保持得很好 看到這個表面 沒有花過, 沒有披口 扣扣沒事 而且通常這些掌握位 要是你拿得多, 這樣拆得多 都會花, 但它完全沒有花 新的一樣 這個當年的原價是六萬日圓 隔了這麼多年 現在的二手價都是六萬日圓 抗通帳首選 組織, 現在這次有一個豬 跟我們選人一樣 這位是一首粵經典 這是90年代的款式 是第一家用粥來造手袋材料的公司 蛊做主, 手柄是粥 這些扣都是用粥做的, 都是粥 這個袋原價是賣20萬日圓左右 現在五萬日圓就買到了 五萬日圓就是二千多港幣 我們以前賣得很貴 有個故事告訴大家 這個粥粥袋是我們90年代 在加拿大每一個女生都會買一個 回來當書包用的 真的每個都有 有不同顏色的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貝隆小到這樣 一本書都放不下 證明我們去到只買東西 就不太上學 就逛街就首選 但是我們都大學畢業到 我上學了 像不像豬鷹嗎 像一半 像面還是後面 像豬鷹一半 然後要介紹這個 小弟家裡有兩個是不同顏色的 那兩個袋我買的時候 每個應該是超過二萬港幣 但是看到這個袋很慘 八萬多日圓 就是四千多港幣 真的虧了 真的虧了 所以如果你想買這個 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它也挺新的 絕對是名牌的入門 想不到手袋也要搭低吸納 好嗎 時裝是一門好心的學問 經濟學、心理學 這裡的袋子全部都是 沒錯 CELINE的 但是款式 好像跟其他有些不同 原來它就是 03年至13年的款式 當時這個CELINE的設計師 就叫做Michael Cos 對,大家都應該認識 就是它設計一個新的標誌 看看價位 46,700日圓 就是港幣2,300元而已 非常划算 看看下面這個 雖然跟它很像樣子 但是是黑色 黑色這個就是 這間福光本店的珍藏版 這個顏色是這個款式的限定色 外面沒那麼容易找到 所以價錢應該比較貴 112,200日圓 港幣5,600日圓 看你有沒有興趣 買回去玩玩吧 這個袋子全部都是70年代的袋子 看看這個很大個的架子 用來擺贖金 介紹一個最厲害的 這個是最舊的傳店 1960年的設計 用圖片做了馬車的標誌 還有整個Monogram 都是一架馬車 最有歷史了 看看多少錢 都是二萬日圓 這樣很划算 港幣一千元 買回去嗎? 家有一老,魚有一寶 好,別以為只有東京才有好東西 福光還有很多限定的東西 還很便宜 這裡是海之中道海濱公園 有很多設施 有動物體又有花體 這裡還有可以踩單車 彈彈床 還有很多不同的遊樂設施 入場費只是450日圓 即是二十多港幣 可以讓你玩足一天 在我身後馬上有花體 這個叫壽球蔥 挺可愛的 這個壽球蔥 其實都是我們吃的蔥的親戚 聞聞它 也有一點蔥的辣味 但這個就像球一樣 可愛很多 這個是公園新街的觀賞地點 讓你們欣賞一下 這麼特別的植物 再帶你看多點花,好嗎? 追我啊,表哥,追我啊 這個藍色粉碟花海 打卡真的一流 可以在花海裡 然後跟表哥一起奔跑 找了很久,是不是看不到我呢? 當然了,我都不在這裡 四月中至四月底才有得看 季節限定景色 漂亮的東西就像我一樣 這麼難觸摸 不同季節有不同花的 現在五月的話 就要看我老朋友Rose 這裡就是這個公園裡 最享負成名的玫瑰園 很多玫瑰,色彩繽紛在這裡 這裡總共有220個品種 18800棵玫瑰花在這裡 真是花多眼亂 現在有18801棵 就是我了 沒錯,我身上有很多次的 你小心點 不要被我美麗的外表騙了 我這個港女在這裡發源花瘋 整個公園這麼大 只要看花點就可以 還可以看動物 你怎麼樣響傅 你跳得越多了 你看看褲子 其實像涵的 Heidi 你腳看妄機 p homemade 裡面朝的錢 我是有很厚的 如果你說你 konsumumum 就能 Terce innocent 你看看 這隻叫佛來明巨韜 最大的一隻有130厘米這麼高 整個小朋友這麼高 接著她抱起我, 是嗎? 然後介紹全香港最大份的女主持 你很可愛, 你叫什麼名字? 這是天竺鼠, 你有沒有車牌? 不是, 很乖, 不動的 牠有眼泛淚光嗎? 沒有, 牠很開心 看見土撥鼠了, 很可愛 肥嘟嘟, 小小的 眼睛很笨, 樣子很笨 沒錯, 牠們喜歡站著看東西 我中央三隻在吃草, 很可愛 很可愛, 有肚腩的, 很過癮 前面有三隻猴子 這裡有袋鼠 是不是這些? 找到水豚了, 在這裡 很有趣, 放在這裡, 不動 就像我一樣 牠還有一件跟我很相似的 就是牠也很喜歡浸浴 會浸溫泉, 放橙在頭上 真的不動的, 全部都 原來這麼大隻 我以為是小隻一點 哇, 很多 牠的鼻子很醜, 用一下用一下 孔雀為我開瓶 我第一次見白色的孔雀開瓶 很漂亮 對 她也說是 對, 她也說是 哇, 多漂亮 我又開瓶給你們看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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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